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展开广告推广 而对于小众又复杂的汽水机或者有氧运动器材而言 并不是每个人都对这些产品感兴趣 因此这些设备或器材本身就可以算作是一种广告 它可以起到明显的提醒作用 让消费者意识到不使用这个产品就相当于在浪费钱 在家烹饪不能算是一种小众的兴趣 没时间烹饪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因此Tovola瞄准的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巨大市场 但唯一的疑问在于它到底能成功吗 就目前来看市场的确存在空白 至于这个空白有多大就无人得知 另外相比于Blue Apron或HellaFresh等平台所提供的精彩食品 Tovola的烹饪准备时间也相对较短 只不过这个前提是你必须预先购买 Tovola智能烤箱 如果真要说这种商业模式的弊端 或风险问题 那就是Tovola的竞争优势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根本都不算是优势 Tovola智能烤箱的替换成本非常高 这解决了一直困扰许多静态电商平台的客户流失问题 然而这种较高的替换成本实际上也是消费者必须预先支付的实际成本 那么一个可以推送烹饪相关通知的时尚智能烤箱到底值不值300美元呢 对于这个问题一部分人肯定会认为是值得的 不过Tovola仍然需要做的是 获取一大批同时看重用餐质量 便捷性以及成本的客户群体 与此同时还要说服他们预先支付一笔费用来购买这个智能烤箱